今天我们三位小朋友 给你主要汇报一下 安心情况 这个样子 今年年初的话 家里头准备换套房子 有一次看到一个不错的 我提了一个价格 两千万 当时中介说 为了显示出买方的诚意 还让我交个二十万的一项金 那个一项金 我是打给了他们的公司 后来中介说 可能房东那边价格还不松口 觉得这套房子谈得不顺利 我们继续在看其他的 我们在看另外一套房子的时候 那个中介也说 他跟之前那个房子的房东认识 然后说也能跟房东联系 我说好呀 后来第二天 那个中介就给我打电话了 我们现在都搬进去住了 前两天家里头收到法院的传票 他不提我都还忘了 我还有二十万在第一个中介呢 我们要回来 大致就这么点事 好的 谢谢您告诉我们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但是我们有些小细节 还是想要再了解一下 比如说就是这个订金卸议 那当时候 他有没有跟你解释里边的一些条款 是什么意思 大致上说了一下 你要说具体条款的话 我们也不是专业的 也没有仔细看 反正就是中介A没有跟你解释清楚 确保你知道每个条款的意思 是吧 解释不解释的 当时我是觉得不重要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 签了这个合同二十四个月之内 不能和其他人去订立任何的相关交易 关于这个条款 他有没有着重和你解释一下 你拿那条款看看 好 你给我个纸的吧 给我个纸的 给您圈出来了 不好意思 有点远 远条 第八条 这就是陈律之前特别担心的一件事 就是对方律师都没提 咱们主动提 而且设置这种反驳的议案 会不会让委托人 这个当时没注意 至少当时大家没有把这个东西 拿出来说 躺开了说 好 但这个玩意儿我觉得 他说我跳单嘛 对吧 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你们这个法官那边会怎么认为这个行为的性质呢 跳单其实就是有三个构成要件 第一就是要委托人接受了中介人的服务 然后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委托人利用了中介人提供的信息机会或者是媒介服务 第三个就是委托人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 但是呢 其实根据这三个要点 我们都可以去挑战一下到底这些要点是不是成立 要是其中一个不成立的话 那您的行为就不构成跳单了 好 但是我 我来补充一下 您先说吧 你先说吧 我想一想就是我觉得我又不是他又没有给我抬下来的吧 这也不是他把房东的信息给我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促成交易的不是他 所以就是说他提供的服务根本你就不能利用他所提供的东西去达成谢意 那就是我们可以挑战您的行为根本不构成跳单的一个重要的礼句 我概括一下 好 对您有利的事实就包括暗设房屋不是中介A独家委托 所以这个可以证明您是通过其他合法图到 而获知是按房源的房源信息的 中介A也并未说服王某将房款降到您的要求数额 因此可以证明您和王某在中介B的居间下这样的一个房屋买卖合同 并没有利用中介A的任何条件或者是机会 我们给出的意见是建议您主张您的行为不构成跳单行为 对 如果您觉得这一个策略可行的话 我们建议您来提供一些证据 证明王某没有同意中介A提出的两千万的报价 我觉得这是证明这个没有跳单行为的一个关键证据 我不知道好问问他 好 刚才两位律师都是从有利的角度 给您各方面矩阵 还有不利的地方吗 也稍微有一点 因为房源是中介最核心的信息点 它即便不是所谓的独家房源 但是你也是通过中介A去获取到这个房源 它可能会以这个角度来攻击你说 你还是利用了这个信息 您说的这个房源是他们的核心资源 这个我认可 但是 有可能他们拿到的这个信息都不是一手的 对 是 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跟陈律之前办公室里说的是一模一样 没有把它理顺其实 那如果对面提出 我们也可以稍微准备一些 比如这个房源在其他中介网事案上的一些截图 咱们也可以保留一下 好吧 那我把地址给你们 你们看找找看吧 好 好 我们来负责找 你放心就好 好 好 关于您的那个所谓的异象金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可以展开聊一下 一码归一码吧 对吧 合同里头写得很清楚 这个不是中介费 连中介费都不是 异象金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对方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抗辩 就是定金这个 我来在黑板上演示一下好吧 给您讲得更清楚一点 我的黑板 我现在都不能直视黑板了 我要是陈律 这个下午过后这一层楼所有的黑板 白板 黄板全部会被撤掉 明发边 合同边 关于这个定金的定 它在违约责任里面有一条专门的规定 如果宁方构成违约 它这个定金是不予返还的 对面可能会拿出这一条来攻击我们 那怎么办 这二十万是异象金啊 没说是定金啊 对 它这个所谓的定金协议啊 它是挂羊头卖狗肉 所谓的定它不是这个定 而是在法律上有另一个解释 叫定金预定的定 也就是所谓的异象金 这个定和这个定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定是作为担保合同生肖 来处罚的 而这个 两位呢也是有点急于想表现 然后呢跟客户去讲了大量的 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 法条是怎么写的 所以它现在占有我们所谓的定金啊 或者说异象金啊 它没有法律上依据 因此我们是有权 邀请它返还的 没事 挺可爱的 我天哪 我看的 客户聊呆了 委托人 震惊了 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法律观点 你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 法律观点我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这个道理 就是这么个道理 对 其实你现在就先别担心 因为我们都会在这边帮你 又气又好笑 就回应一下 您刚才说该怎么样 拿回这二十万异象金 我们的建议是中介A起诉的时候 我们提出反诉 那就等于是法院就会直接判 我不用支付 但是他得退我二十万对吧 反正我解释清楚一点吧 就是我们现在两个目的是吧 一个就是取回二十万的异象金 另一个目的就是拒绝支付那笔佣金 那我们先说取回二十万的异象金 就是刚才他们说了要反诉 拒绝佣金呢 就是因为是他们给我们提出诉求 那我们这个应该是硬诉 硬诉的话 我们就要朝你一个叫做打变状的东西 就是要再收到 Camply是相对有实习的经验 跟人打交道的经验 整个表现得比较成熟和婉转 那句话特别重要 跟人打交道的经验 梁威是跟文本跟符号 跟字打交道的经验多 跟人打交道的经验少了 这是我们能为你采取的一些具体的行动 但是最后要采取什么策略 或者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 当然决定权是在您手上 还有就是有什么响起来 突然响起来这样的举 那也是可以提交给我们 让我们分析一下 好 可以 就是你们需要什么也尽量详细地列一下 好吧 好 好 那个 等一下吧 你们三个先回吧 好 好 结束了 我快要晕了 你们在里面真的讨论很热 他都站起来说 是吗 我比较热情 那个啊 是不是要写那个 会议的总结什么的 我知道啊 听成绿本了 是要猜了吗 是要猜了吗